热腾腾的鸡汤咬起一整汤匙 馅料满满好滋味 让人一口接着一口 但是农历年美食下肚 可要小心别吃过头热量爆表 那个还蛮好吃的 那个配饭都很下饭 所以我都会 就是我们家都一直吃 就是吃这样 吃到初三初四 那体重可能会平均增加个两到三公斤 过了一个年圆了一个肚 卫福部就做过了统计 农历春节期间 就有将近四成的民众体重增加 而且平均增加1.7公斤 就有营养时也列出年菜热量大全 鲍鱼花椒鸡汤富含胶质饱和脂肪 一整碗就有5814大卡 辣味糯米饭淀粉含量高 也有3440大卡 腕篮猪脚Q弹的口感无人能敌 很夸张热量高达3300大卡 另外像是蹄膀肥油多 佛跳墙高油高盐都不容小觑 那一般我们在蒸鸡减脂的一个比例来说 希望蛋白质的比例大概在25%以上左右 那在低脂方面 就会希望在烹调方式上面 我们做一些选择 比如说一些蒸的煮的烤的炖的 这些烹调方式 那避免一些油炸的方式 或者是肥肉之类的比较高油的饮食 那这样就可以有效的控制我们脂肪的摄取 过年期间享受美食 不想开唇突大肚 除了适度运动 选择优质蛋白质 低脂肪含量的原型食物 满足口腹治愈也能顾健康 欢迎新闻 红市城无名夜秋子林台中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